哈囉各位小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Automate 歡迎回來我的模組介紹啦 我們終於又回來開一段新的連載了 我們那個連載呢 依舊都一樣是召喚模組的一些東西喔 那並沒有要做生存的動作 所以說呢 如果各位想要看生存真的是不好意思 老頭應該是不會再生存方舟了 因為 會膩 再來就是說 方舟沒有在做任何的一些 新的DLC 的情況之下的老頭是不會 做生存除非啦 呃跟朋友一起玩多人 可能就會無聊開個直播一起玩多人同樂 這有可能也說不定 好不好那我們今天要介紹這個模組的叫做科技模組 就是一個很直接的一個說的是科技兩個字的模組 那這個模組裡面呢有包含鋼鐵人以及蝙蝠俠還有變形金剛 這就之所以為什麼我上次有講說這個模組大家一定會愛爆的原因呢 好那這個模組了我們在開始之前了我要先 先用我們的 這個 召喚指令喔來看一下他的工作台裡面到底有些什麼東西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工作 工作台在哪裡啊 製作工具的部分呢 製作工具的部分呢 我一看就有6台 科技召喚台 召喚台 科技武器台 召喚台 科技建築 科技工作 呃 錢幣工作 神龍召喚這什麼東西啊 沒關係我們今天先把這個工作台都看一看 然後呢我們大概知道有哪些東西可以召喚之後呢 哎我們再來召喚一些生物出來 這些生物的我覺得一定會非常的酷啦 我個人感覺一定會非常的酷 非常的酷 老頭剛睡醒有點比賽喔 哈哈哈講話可能發言不太標準這個可能抱歉一下 好然後呢我們先看一下科技工作台長這個樣子 還蠻帥的我覺得科技工作來做的 很有型 然後這上面這應該是變形金剛四代的柯博文吧 我印象中變形金剛四代之後柯博文完全大改 然後這什麼東西啊 好多東西喔 這東西也太多了這個要怎麼樣才可以玩玩他 啊我覺得需要一點時間了 欸 戰 戰甲 機甲戰士上衣 哇塞這些東西也太帥了吧 這是幹嘛 強者的象徵 喔 你看這些全部都是中文 都是大陸那邊做來的 我覺得很屌 牛逼 我覺得超屌的 這什麼東西 發電機 然後這什麼 空間站 哎呦這個是一個居住欸 哇 空間站是吧 這什麼東西 安亞的床 哈哈哈 自己睡覺就好啦 安亞的床什麼 哇 這個還有 羅文翅膀 我怎麼突然覺得好像變得 VIP需要13 好 他媽才可以 才可以送裝備或者是才可以想要什麼特權之類的 好啦這個應該這個血科技戰這個部分應該就是裝備類的 好不好 好我們就不要浪費太多的時間 我們接下來就去看一下 呃 武器台 這個顧名思義 裡面全部都是武器 哇塞 M4A1 千變步槍 為什麼我怎麼覺得這好像全民槍戰的東西啊 哈哈 根本就全民槍戰吧 啊這什麼 科技長槍 他還有分幾階強壞 好這個 先暫時大略看過 再還有什麼 欸 硬幣工作台 硬幣工作台 金屬錠 可以換 這個銀幣珠 銀珠幣 銀珠幣呢 100個可以換 一個 金珠幣 好 好 就是剛剛拿來換我們那些翅膀用的啦 好不好 建築科技台 欸這個其實可以不用放在平台上面 然後放這裡好了 一把劍 建築科技台 呃 之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啊這已經是6個了嘛對不對 1234 欸沒有 5個 好我們還有兩個建築物沒有看 召喚 這召喚應該是大家最想要的 為什麼 他寫沒有支撐地面 召喚科技台 不能蓋 為什麼 哎唷 突然卡住怎麼回事 這是故意設計不讓我們蓋嗎 你可以在這裡召喚變形金剛 可是我蓋了 我使用了 他沒有立足點給你撐 這該不會是要授權或是什麼之類的吧 好吧 這個之後我可能要去他們的QQ群 來個授權 暫時先這個樣子 沒關係我們是有 我們是有別的模組可以召喚出來的 我們有這個ACM 沒有問題 不過我們還有最後一個建築物喔 龍珠 七龍珠 召喚神龍 實現願望 到底什麼鬼東西啊 超級好奇 算了 好了我們今天就先這樣 沒有啦 哈哈哈 看笑的齁 我知道各位想看什麼東西啊 我知道各位迫不及待想看什麼東西啊 我們直接從ACM裡面稍微挖一下好了啦 那個 我們的召喚台目前好像沒有辦法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他這個英雄的選項呢 居然有 奇怪的 呃 呵呵呵 召喚召喚英雄的東西好像還蠻少的耶 那我們來看一下鋼鐵俠好了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鋼鐵俠 然後先用一個隊伍 幫我趴人家攻擊幫我弄死 哇 好帥 美國鋼鐵俠 美國鋼鐵俠是你 哇 他把他做那麼大隻 右鍵 C鍵 哈哈哈哈 啊為什麼旁邊的旁邊的嘟嘟鳥沒事啊 嘟嘟鳥大哥你怎麼沒事 喔有了 打錯隻打到水龍獸 喔死去 1900萬 這這樣會飛嗎 欸他會飛 啊我要怎麼降落喔可以 不要擋路啊 喔可以落地可以落地 他可以飛 喔他可以飛只是視角有點難拉而已 在空中也可以做攻擊 好我們來打一下這一隻 這隻雷龍 蹦 沒打到 拜託他只能打直線不能打 不能瞄準喔 那我只能在下面一點的 哇塞穿就過去 哥哥啊 你穿過雷龍的巴巴你知道嗎 幹知道右鍵幫你解決掉了 哈哈哈哈 啊美國隊長鋼鐵人 那蠻帥的吧 我們來看下一個 哇 我該不會 喔呢 卡住了 好 我會不會穿下去啊 搞什麼東西啊隨便 反正不會影響我召喚就是了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鋼鐵俠剛剛好像還有另外一組對不對 鋼鐵俠還有另外一組看第二隻鋼鐵俠好了 第二隻鋼鐵俠喔這隻就是一般正常的鋼鐵俠 另外一隻鋼鐵俠叫什麼也叫鋼鐵俠但這一隻呢是史塔克在用的這鋼鐵俠 微妙微笑 他這個造型應該是鋼鐵俠3的造型吧 好像是這樣子 墮地術 墮地之術 等一下把他灌掉 C劍 C劍不知道是發什麼東西 我用他胸口的那個 核心做傷害 哇全死 好帥喔 我這個破壞死光吧 右鍵 秒殺 一樣應該是也會飛啊 對沒有錯 他跟那個鋼鐵俠一樣是會飛的 一樣是帥氣 體型有點大就是了 他把他做的有點像薩諾斯那種體型我覺得 而且我覺得甚至比薩諾斯還要大隻 我是怎麼覺得啊 OK我們看一下 好我在滑步了 好吧這應該是不會影響啦 我們就這樣勾著 我應該也不會掉下去沒有錯 好我們現在我們的這個原始人呢已經不斷的在滑了 滑起來滑起來 滑爆 好 啊什麼 激光鳥 激光鳥是什麼東西看一下 我靠這什麼東西啊一直會飛的鳥兒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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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爆豬 哎 哇塞 好像變形金剛裡面的東西對不對 我看一下 等一下他頭怎麼這樣子啊 椭圓 好醜啊 這是變形金剛裡面的那種比較烈等的變形生物啊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飛右鍵 哇 範圍這麼廣 好像感覺像不死鳥這樣子 哇塞 哇這個炸好帥啊 天啊 那範圍技比遠比前面兩個鋼鐵人還要 還要搶欸 真的還蠻強的欸 而且移動速度也可以點 哇那個血都罵破表 這個難來打最終BOSS嗎 最終BOSS要炸一下應該可能就直接變成一條 變成一層 一個灰層了吧 直接讓你變灰啊 我告訴你 那轟下去 右鍵 而且這個右鍵超遠的 這個右鍵直線大概有差不多三百公尺四百公尺左右吧 這個長度啦 距離啦不是講長度距離約三四百公尺吧 這麼遠都撈的撈的到 一開始見沒功能 可惜了 非常之可惜 好吧 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了 我就是要故意慢慢來 啊我沒有想要 很快的意思 然後呢我一直不斷的滑步覺得有點不爽 啊自從上了鋼鐵人的機器衣之後呢我整個腳變殘了 啊吃的滑滑果實般的會滑動 我沒有辦法 我就只能這樣子了 我的人生就變這個樣子了 這就是 奇測 這就是衣著鋼鐵人的代價 所以說各位 千萬不要 啊因為一時的興趣一時的狂熱 穿上鋼鐵衣不然就變跟著跟我一樣 啊好了 趕快講到這邊了 好啦今天先到這裡結束啦我們下一集呢繼續在召喚剩下的喔 那這個乍看之下感覺好像召喚生物的這個模組好像不怎麼多 老頭大概估計吧可能 拍個兩三集或四五集就結束了 喔又或者是我們掺雜一些這個裝備喔他裡面不是有那個科技工作臺嗎東西這超多的 也是可以把玩一下啦好不好如果這個也加進去的話大概可以七八集左右 好不好反正就先這個樣子啊如果你們喜歡記得要在這個左下角一個喜歡 啊右下角一個訂閱啊以及 把這影片分享出去讓各位親朋啊 各位的親朋好友啊或者是 你的兄弟姐妹觀看好不好或者是在下方留言 感謝各位接受看我是老頭我們下一集啊這個科技模組再見面了拜拜 拜拜